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这样 我跟他经常彻夜长谈 他跟我讲了他的故事 十年前的他经常在思考到底什么是道 为此经常打坐镜丝 没日没夜地想 可身边没有名师之地 痛苦异常 所以他发誓这辈子无论如何要搞清楚到底什么是道 我深有体会地说 去年我在长江边上也经常如此 经常彻夜难眠 辗转反侧 我经常会想到底什么是道 什么是数 难受时若万亿攻心 奈何无果 只得一次又一次地默念扬明的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之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德物 一夜能默念成百上千次 依然无果 我看着摇曳的读火说 我以为众生不得领悟 心斋好奇地问 你一个读鬼谷子的想无心血 作善 我感慨地说 我读鬼谷子本是想学个手艺 可几次与鬼谷的神交之后 越发地明白 他不是叫人作恶 只是使人为名其义 所以先立个功利的妄言 学些私心的法子伤人 若是鬼谷先生在世 定会失望之极 所以我想误些道理罢了 无他 但求能不辜负老先生的心血 传承那些血脉 我又说 奈何我只是个俗世小民 无天资无道 黄根见我这么说 咋去道 我也是一介不易草民 说吧 他感慨地说 但求问心无愧 日用岂不就是道 他继续说 他的一个梦 我跟先生说 我做梦于亭中与他见面 不是狂以欲 见我屋檐他又说 十多年前的夜晚 他在静思中恍惚间看见天堂了 于是我一个人奔跑而出 奋力地将天脱举以来 随之又看见日月星辰纷纷陨落 心味大乱 见状我便又用丑让日月星宿 刻安其味 看到世人欢心鼓舞向我败谢 不觉醒时 造诣大汗淋漓 你知道我想通了什么 我一想 莫非我误解他了 问道 误得何误 他更是来了精神 两眼炯炯有神 看着摇曳的烛火说道 那一刻 我突然顿觉心体清澈 大彻大悟 万物一体 宇宙在我致念 亦真切不容易 自此行诸语目 接在教中 我听懂稀里糊涂 只能听出大概的意思是 他悟到了 万物一体 宇宙在我念想之中 请原谅我的愚钝 为了搞明白他的这句话 我特意查了很多资料 结果还是没搞懂 包括查了王毕的 良知不容计 他见我没接话 就用手臂花指指天 又指指自己的心 说道 以后你会懂的 我苦笑着说 但愿 早些睡吧 一夜无话 二几天后 我们相约去了南镇 那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地方 那镇依山而建 却也有些风光 一路上隐于能听见山间潺潺的溪水声 我们一行是要去找一位得到高僧觉知大师 当然主要是我为了还愿 数年前在西南的觉知大师的点破 使我归隐到了江南 所以这一次听闻他在南镇 我就约了王阳明一同前来 阳明功心智很高 一个人走在前面 我跟王更走在后面 我是个极其散漫的人 边走边看风景 奈何我的家乡并无高山峻岭 所以看着南镇的群山 甚为好奇 生怕错过一处风景 看着群山以你环绕 心胸不自觉地宽阔起来 倒是忘了俗世的纷扰 自然轻快了许多 加之还有两位好友做陪 再看那花草树木 更是心旷神仪 我还在寻思着那天夜里的谈话 我不是个聪明人 只是想搞明白他说的什么 所以心情忽而明亮 忽而低沉 正走着 突然一阵狂风掠过 将那山上的花草吹得七零八岁 景致全无 走到半山腰上 缩星就停下来歇息 我的心情变得格外低沉 却见西边的一株野花在石凤间 忽而上 忽而下 似有了灵气 我想起王更说的万物一体 宇宙在我这面 越觉得困顿 花是花 我是我 他精神的紧 我消沉的紧 举我何干 于是我指着那花对一同歇息的杨宁公说 你说这天下没有心外的东西 但这花在这深山中花谢花开 花开花落 举我何干 我本意是想发发高骚儿 未想良明早已发现我的情绪 他走到我跟前 并未看我 却看那花说 你没看这花时 这花跟你心同归于己 等你上了山 风吹花动 你见到这花时 这花的颜色便一时明白了 所以这花并不在你心外 经他这么一解释 我更糊涂了 王更见我迷茫 就问 你见花时动心了没 我点点头 他说 心本体是记得 一旦有事 它瞬间就动起来 这叫做技感神鹰 这个过程体用意缘 显微物件 无前 无中间 无后 瞬间关起 你见这花前 这花与你的关系是记的状态 你见到这花时便是显的状态 见我无动于衷 他接着说 听闻你研读过行人之学 这便好办 你未见那人时 那人与你关系同归于己 当你们接触时 你们的关系自然就明白了 那人的长相 性格 学识 爱好 无不明白起来 我转念一想是有些道理 就问 即便如此 那花那人 与我何干 王更孝孝说 一记一显有万种可能 未见识 此心既然不动 以见识 此心既感神鹰 万物一体 宇宙在我之念 行主与目 皆在教中 心物同体 物不能离心而存 心 不能离我而存 离却我心 便没有天地万物 离却天地万物 也没有我心 心是天地万物的主宰 再者心无体 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 既是不容己 万物没有被心知觉 就处于虚迹的状态 如深山中的花 人未见 则与心同归于迹 人即见 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圣人之心常虚常境 常无事 随感而应 何其坦荡 逍遥 见我还未开解 他说了这么一句阵容发聩的话 阴者阳之根 屈者身之缘 他说 阴为之隐 阳为之险 孤阴不生 孤阳不长 亦阴亦阳一方为道 阴 只是未见 有阴方有阳 万物皆出于虚无 混沌 那虚无 混沌便是阴 你见那五十级是阳 岂之皆是从阴上来 见我脸色缓和了些 他总算虚了口气 我有些兴奋的 就说 就如百合策 百从合中而来 无合自然无百 所以鬼谷的说合而百之 既是这个道理 王更说道 是的 就如鬼谷圣人之眼 百合二字已经说尽世上千万种玄妙 本是你心求得 其是你见一人 后有其是 后有其人 后有其物 大千世界人物关系 其不就在一百一合 一记一显之间 只在一景 如若不然 你一世见得紧人 如何能通晓百合之道 你心中有大千宇宙 便能应用自然 如果悟在心外 如何百合 我一听却有道理 精神陡然一阵 再看那以你山河 星辰大海 千人万事 花草虫鱼 岂不就在我心中 王阳明说 切勿只记得下半截 忘却了上半截 我忙点头称是 不觉天已过五十 为了赶上觉知大师 于是我们又开始了行程 学习国学鬼谷子谋略智慧 欢迎关注鬼谷子微信公众号 B2Z7619299 我们一起纵横百合 鬼谷论道